我自己是一個很有經歷的男人 所謂有經歷就是覺得自己出來工作做了很多年 我在歌壇三十年 我遇過很多事 我經過很多事情 我見過很多世面 所以我總是覺得自己很明白道理 所以我經常用很多我生活的經驗 想說給我太太聽 或是爭執的時候 我有很多經驗想說好我太太 但後來我發覺 家裏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不是講道理就會贏 其實家裏要講的是愛 家裏不是社會 家裏不是學校 不是一般的地方 家裏是一個充滿溫暖 充滿愛的地方 所以家裏要講的是愛 我學會了跟我太太說 有時我們不講道理 我只是跟你講我的心情 我只是跟你講體諒 跟你講包容 甚至乎我會講一些他喜歡聽的東西 等他的電影純了之後 將來我有機會 我才慢慢把道理分開十次 本來一大條道理 我分開十個部分 少許 慢慢審出來給他 給他有時間 有空間 去明白這件事 但是我先用愛去解決 他和我之間的情緒上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我們彼此都改變很多 我們講話會越來越甜 就覺得對方越來越甜 覺得對方越來越多的包容和體諒 但是要踏到這種心態 是真的很難的 很難的 但基礎就是愛 一定要愛得夠 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現在習慣 會想 我到底鄭華有沒有講錯話 我到底之前這個想法 這個決定 和我所謂處世的經驗 到底是否正確 我給予多些機會自己去反省 但這個反省 不一定會得到答案 但我要求我自己去做這個動作 在我心裏做這個動作 所以 因為有了這個心態之後 我們彼此之間 就 爭執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少 而且有了聖經做基礎 是方便很多的 因為 我的想法 他可能不贊成 不贊同 他的想法我亦可能不認同 但當我們把聖經拿出來 跟他講 聖經裡面有講這段 我們便覺得可以 聖經這樣講便可以了 所以有聖經作為基礎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有時爭執或吵架之後 你忘記了當初 你為何要吵架 你會忘記了 我們正說要吵什麼 為這麼小的事 然後慢慢把其他東西 拉起來 一次過 撈起來說 所以有時罵完之後 你真的忘記了 為何要吵架 其實是很無遺的 夫妻之間很多事 是很無遺的 其實 眨眼就過的事 所以我覺得 我們相處要學懂什麼 放過對方 而且懂得搭樓梯 讓大家走下去 亦都要很聰明 當我們發覺 對方已經搭樓梯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懂得走下去 我對現在拍拖 或者剛結婚的朋友 我會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很軟弱的 我們有很多缺點 我們很多觀點未必是正確的 所以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快點看聖經 聖經裡面會找到很多 你們相處得不好 或者痛苦 那種解答 一定找得到 看聖經